第三次题,大雄的左眼为近视,右眼为远视 他在参加格数录影时,除了戴有度数的眼镜外 也会准备一副有度数的墨镜以备不时之需 在烤肉活动中,大雄不慎弄坏了打火机 他想尝试利用太阳光来点火 请问下列哪一个镜片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我们要利用太阳光来点火 就是要把阳光汇聚,然后让他能够产生热量 然后才能够打到点火的效果 那么绝对不可能用的是墨镜 因为墨镜会挡到大波数的光线 所以他绝对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而左眼视近视,他的眼镜是凹透镜 他会发散光线,不会汇聚 右眼为远视矫正的是凸透镜 他可以汇聚光线 所以我们右眼的镜片可以汇聚光线 然后使得我们能够利用太阳光来点火 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哪一个镜片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眼镜的右眼镜片